在华府乔教中心大礼堂举办的第一届大华府客家文化艺术节 是原支援为呈现出台湾各地的客家文化 现场有客家花布、蓝山还有米食点心 就像是嘉年华一样热闹 主办单位是希望能够让乔包还有中外友人 借此了解道地的客家文化 一走进乔教中心大礼堂 感觉就像走进了客家村庄 这是全美台湾客家文化基金会 大华府客家同乡会 以及大华府客家童话合唱团 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大华府客家文化艺术节 为了忠实呈现客家文化的特色 不管是色彩鲜艳的客家花布 还是香喷喷的客家菜包 客家仙草、爱草饭、炒米粉等 从味觉到视觉 丰富又多元的展示和体验 让所有参加的来宾感受到客家乡亲的热情与活力 想要把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的东西 把它带到美国来 除了跟我们客家人分享之外 我们更希望的是除了客族之外的朋友们 我们华人也好 我们国外的友人也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台湾客家文化 台湾的客家文化的一些特色 到处都有客家文化馆 可以把客家文化一方面保存 二方面可以发扬光大 我们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元素 带到观光的议题 能够让美国地区的民众 能够了解到客家文化的特色 同时也能够吸引他们到台湾来观光旅游 为了凸显台湾各地的客家文化特色 主办单位还特地把现场分成 桃园区 新竹区 苗栗区 高平区 并以客家老街的形式 展示出包括手工艺品 地方特产 以及地方代表性文学作品 让人看见底蕴丰厚的台湾客家文化 大家所知道的那个蓝山 是南部才有在穿 因为北部的客家 受到当地的那个影响很大 已经很少人在穿蓝山了 所以即使就是都是客家人 可是不同的地域的客家人 也有不同地域的那个特色 东方美人茶是苗栗的特色 我们的茶这个英国皇室 觉得是最好最上品的茶 然后呢苗栗有很多的茶园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桶花 所以桶花季呢就是从苗栗这个桶花 它很有经济上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苗栗区呢 有这个特展 欢迎大家来看 活动现场 莫地生舞蹈学校的学生 特地前来表演民族舞蹈 优雅而轻快的舞姿 展现出农村特有的简单快乐 台下观众纷纷拿起相机录影记录 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DIY体验 不分男女老少全都一起动手又动脑 既好玩又富有传承文化的意义 这场结合美食表演和互动体验的客家文化艺术节 不只凝聚了海外客家乡亲的情感 也让大家对客家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台湾很关键是吴伟 美国华盛顿采访报道